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姜涛 我该想的办法都想了 该找的人我也都找了 大陆总现在又出了这个事情 能不能眼睁睁地看个公司 就这样下去了 老婆 你说的事我都知道 我这帮也在想办法 可我现在是无计可施了 不是 谁说你无计可施 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谢谢 坐吧 坐吧 我就知道你早晚会回来整我的 这不是走投无路了吧 那行 咱开人见山 上次你跟我说你开的条件 是要股权 这个时候你不会落井下石 再加什么筹码吧 筹码我肯定是要加的 说我听听 现在我还没有想好 等我想好了我会告诉你的 那行 那我呢 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我也知道你的疑惑在哪儿 你是觉得 最先有人让江海集团的股票大跌 为了补救 大哥把他自己的股票数出来了 之后就有人进来查账 你觉得这所有的事情 都指向你必须要接受我的这笔投资 对吗 而且你还在怀疑 你想问这个局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我告诉你没有 你相信吗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想问这笔钱是不是顾一雄的 我告诉你不是 你相信我吗 你还真是长大了 思思 你还真是长大了 然后上次那个方案呢 今天到的人还挺多 到时候你们两个人可以在 是思思 这是不是思思啊 思思 林霞姐 好久不见了 是啊 好久没见了 你妈妈好吗 她挺好的 她前段时间还问起你来着 等你不忙了 你来我家吃饭 好呀好呀 思思前来真能干啊 我哪里能干啊 我这就是敢押着上架 思思啊 谢谢啊 谢谢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大哥 你说这就见外了 进去 走吧我们 今天是我们东方硅谷大厦 结构风景的好日子 再过几个月 我们就将开门营业 招揽四方互联网新贵 在这个特别日子里 我们跟云思信托 签署重要的一个一揽子投资协议 充分确保了我们这个工程的投资安全 未来我们还将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这个工程将是金融与实体紧密联合的标杆作品 也是未来金融服务实业 实业回报金融的良好典范 我就是曾经工作 旁边连纫营业 我已经做了 太好了 所以我们还不做了 聊天 一些费用的 这个是 你说这几年啊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发信息你不回 你跟我有多大仇讽 二十多年了 我真是白养活你了 顾玉熊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 我不想听你 你叫我什么 顾玉熊啊 怎么了 你把我姥爷送进监狱 又把我妈赶走 你还只管我叫你出来 叫你爸妈难道 这么多年 我真是白养活你了 当初你这么大点的时候 真应该一巴了把你拍死 你姥爷的是能怨我吗 就算是没有我 他做的那些事 别人也得把他送进去 每次说你都有理由 那这么多年 你说你白养我了 那你呢 你把你自己 当家里人了吗 你这话问得好 你们家里人 把我当自己人吗 你那个妈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为了一个名额 把我留在大上海 大部位 从此以后 就跟我主人一样 在我面前作为作福的 你那个外公 我在做生意的时候 帮了我 从此以后 我就得在他面前 抬不起头来 在这个家 我是那个一直被 忽来换去的那个人 你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就连那个小保姆 都一直不把我当人看 后来我下海了 挣了点钱 可是在他们眼里呢 就觉得这一切 是他们赏给我的 我原本以为 通过我的努力 我的打拼 我能改变这一切 但是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后来我也明白了 你在他们面前呢 只要一日为奴 就得终身为奴 这些话你怎么现在 才跟我说呢 说实话在这个家里 也只有你 把我当成亲人 过去你还小 有些话我没话跟你说 你现在长大了 我能跟你交流 我能跟你套到心窝子 我才跟你说这些 这些年 说实话 我为什么活着 我就为出口气而活着 我就为了这口气 一直活到今天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么多年争来争去 争这一口气 争这个输赢有意义 在我的人生里 只有输赢 而且我现在是 只能赢不能输 闺女 你明白吗 你别叫我闺女 我现在就是你的 合作伙伴 你是我的老板 吃饭吧 郭总 吃饭 行 对 对 对 行 谢谢你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赶紧请你喝茶 拜拜 给谁打电话呢 我真是度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没查出来 思思这笔信托基金有什么问题 你还是想查她 你觉得这个事 跟顾毅兄有关心 你想啊 思思的老爷 是江涛举报的吧 他能不恨江涛吗 他还能回来主动投资 1791号地块 现在已经质押给思思了 假如后面是顾毅兄在操纵的话 也就是说这块地 已经是顾毅兄的了 未来顾毅兄 要是想刁难江涛 那江涛可就麻烦了 而且江涛在这块地上 花了这么多心思 万一他最后要是知道 这块地是顾毅兄的 他能受得了吗 我觉得你多虑了 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甘员都在顾毅兄的身上 这个思思要恨 那一定是恨顾毅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要说这个思思来 坑我们江涵警察 这个打死我就不信 你是太善良了 你是太善良了